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小花苞啊 外面的这个花瓣是怎么画的 如何把它的花瓣呢 给向外侧延伸和延展起来啊 那么请看 我们今天啊 学的这个步骤 请看好了 调色呢 也是一样 请看这个地方 我们来调点啊 鼠红 加点胭脂 不要放多 好 请看 把毛笔呢 给压扁啊 压扁 压扁 压出一个这样小斜角啊 看到了吗 一个小斜角 我们呢 从小斜角的短的这一边 一侧啊 请看 毛笔轻轻的给它带过去 看到了吗 带过去一个小斜角 好 我们再看一遍 毛笔轻轻的带 拉 收 只要你把这个毛笔给压的扁扁的 只要它压的是这样扁扁的 你放心 你带出来的一定是这种小斜角 或者是这样也可以 请看 不管是用长的这一面也好 用短的这一面也好 都是可以带出一个小斜角出来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多加点我们的胭脂 请看 如何添加翻半 请看 我们一共有三笔法 第一笔轻轻的把笔 从中间这个地方按下去 提起来 再推过来 看到了吗 把毛笔这样推过来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从这个地方中间一段这个位置 点往外侧推 然后往外侧推 然后从外面带一下 第三笔 从中间这个位置 一 二 三 这就是我们的三笔法 看懂了吗 没看懂 我们再来一遍 不要耍 好 再看一遍 我们再调节我们的鼠红 加点胭脂 好 请看上面还是一样三笔法 请看 第一笔 点 起 按下去 推 收笔 锁点 胭脂 好 第二笔从这里切 往外盖 然后 收笔 第三笔 切 盖 收笔 一共是三笔 来完成我们一个外翻的翻拌 看明白了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这些小花瓣长到我们的小花包里面去呢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前面的小花包 请看好了 我们的颜色又完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刚才看我们加了很多水对不对 好 把笔度轻轻的补一补色 只要求补笔度的颜色 笔根的颜色也可以啊 把笔根顺着这边秤一秤白色 好 然后调我们的紫色 调我们的紫色 多调一些紫色 一边调呢 也就一边转啊 一边调一边转 好 然后再调我们的 鼠红 调点咱们的鼠红 然后再调调我们的胭脂 好 把毛笔弄扁一点哦 请看我们在这里呢 画一朵简单的小牡丹 首先 刚才讲过我们第一笔要怎么画呀 把毛笔轻轻的侧躺 往上胡 笔尖不要收 挑出来 第一笔 第二笔啊 从这个地方借这个笔尖啊 轻轻的按一下 按出个小尖啊 第三笔 往外推 调整一下 第四笔 向内收 调整一下 这一共是分成了四笔啊 来完成我们的第一个滑瓣 对吧 然后我们来画 第二个滑瓣 请看啊 第二个滑瓣 我们以第一个滑瓣呢 为一托啊 请看 从这个小缺口这 你看 把毛笔这样侧过来 轻轻的往上 胡一下 一下 对吧 然后可以把它给盖起来啊 你看 往上胡一下之后 下面这个呢 也是一样 从小缺口这 你看 轻轻的往上 盖一盖 把它盖起来 非常简单 然后第三笔啊 请看 盖到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一共分三笔 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之后呢 我们来调我们的鼠红 这个时候不要加紫色 是鼠红 加点我们的胭脂 请看 把毛笔的尖尖的这一块 对准我们的花瓣的白色边缘 请看 轻轻轻的把它给围起来 轻轻的把它给围起来 轻轻的把它给围起来 一笔啊 挑一下 看到了吗 收起来 好 然后我们再补点 然后我们再补点 树红 加点胭脂 从旁边再挑一下 收起来 往上 往外侧 往外侧扩一下 收起来 我们不要着急画画 不要很着急的去 去搞 慢慢的来 加点我们的胭脂 还是一样 你看从这个地方挑 调整一两笔 到旁边也是一样 请看 加 挑过去 收 它是一样 弯一下 这样呢 我们一个简单的 一个牡丹的小花头啊 我们就画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该怎么画呢 中间可以修饰一下 修饰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画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 刚才学过的给搬起来 搬用起来 这个地方 就先不要管它了 请看我们这个外面 是不是有一圈 一个小边缘呢 对不对 都有几个小边缘 是不是 那么请看了 我们在这些地方 把它给调整出 很多小花瓣 请看 把这个地方的小花瓣 从这个角落处 给延伸一个 没事 大家跟着老师一起画 好吗 跟老师一起画 不要着急 我们一开始呢 画的不多 你看 这是两个 这里呢 我们再来加一个 一开始 大家跟着老师一起画 不要画的很多 好吗 这边是 第三个 再加一个 在这 加的东西 不要太多 好吗 下面的这个地方 我们往外侧 扑一扑 往外侧 扑一扑 我们初学者 一开始 不用加的很多 很多人就会问老师 这个原理是什么 原理 我们的记住 所有的花瓣的走势 都在这个点上 看到了吗 都在一个 这个花新处的 一个聚集点上 所以你不管怎么画 你画到外面去 画到里面去 都可以 那么 必须得 对着这个 中心点 这个位置去画 明白了吗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一样 从这个小缺口处 我们再来加一半 一个半板 对吧 这里呢 也可以再加一个半 两个半板 非常的简单 我们画的不需要很多 你看 第四个半板 我加这 第四个半板 我加这 下面呢 我们再加一个 在这个缺口处 再加一个 第五个半板 把毛笔这样 测过来 加就可以了 好吧 第五个半板 从这个边缘处 加出一个 第六个半板 非常的简单 五点 腌制 大家不要着急 活化呢 不要着急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下面的缺口处 给它封上 请看 把刚才讲过 我们把毛笔这样点 然后按下来 轻轻的按一按 笔拿起来 是不是出来了 然后再往外面 带一带 是不是一个小花瓣 就出现了呢 一个项内包裹的花瓣 是不是就出现了 补点我们的胭脂 属红 再加点我们的胭脂 请看 我们这样花的时候呢 把整体的所有的花瓣 都要往上走一走 请看这 点 小缺口处往上翻 一半 对吧 点一下 一个小半 小半 让它多几个小点的花瓣 好吗 下面呢 也是一样 你看 也是一样 轻轻戴下来 一半 好 这样呢 我们一个整体的这个 花的这个动态感 我们就有了 整体的一个 花的动态感就有了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啊 同学们 画成这样一个形状 这是我们第二节课 需要完成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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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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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